十五歲巴基斯坦少女馬拉拉 獲時代雜誌選為今年全球一百名 最有影響力人物之一 並登上雜誌封面 時代雜誌指 馬拉拉在十一歲開始 在英國廣播公司網站開博客贊文 為女性權益發聲 即使去年十月 放學回家途中 被塔利班武裝分子槍擊 頭部重創 都沒有動搖她的信念 被視為女性的典範 同樣在偶像人物類別的 還包括法網女單冠軍 首位贏得大滿冠的 中國網球運動員李娜 以及中國第一夫人彭麗媛 而她的丈夫 國家主席習近平 就連續三年在領袖組上榜 時代雜誌認為 習近平在國內提倡全面改革 調整經濟發展步伐 精簡官僚機構 反貪腐 外交政策也都影響世界未來 同樣入選架還有美國總統奧巴馬 北韓領袖金正恩 以及南韓總統朴謹慧 今年是時代雜誌第十年評選白人榜 白人榜沒有排名之分 不過就分為成功人士 先鋒 偶像人物 領袖和藝人五個類別 最新一期雜誌美國版 就有七個不同封面 印製上榜者的肖像 除了馬拉拉之外 還有李娜 出勞奧斯卡影后 珍妮花羅倫斯等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 金營報導 東西 按稿 氏